我们来做蛋黄酥的皮 首先要做油皮 油皮的做法就是用中筋面粉 加上猪油 再加上砂糖 然后呢加入适量的水 把它这样搅在一起 搅均匀 然后揉搓 揉到出馍为止 那么我这里用的是机器 把它打出馍的 你可以用家里的面包机啊 厨师机啊都可以 加不行的话就用手揉 油皮做好了以后呢 一定要用保鲜膜盖住 把它饧15分钟 那接下来做油酥 油酥就是直接用低筋面粉 加入猪油 就这样把它和在一起 那可能比较粘手 你可以借助刮板 把它归拢在一起 也是要盖上保鲜膜 把它饧10分钟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饧好的油皮和酥皮 我们今天用的是大包酥的方法 先把油皮把它分成两份 酥皮也是把它分成两份 然后把油皮包裹猪皮 这样子包裹成两团 包裹成团了以后呢 我们盖上保鲜膜 让它松弛10分钟左右 好 送做好的面团 我们将其中一个面团 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像这样叠被子 叠过去再叠过来 叠成了三层 然后拿擀面杖 把它擀成一个大薄片 从一边把它卷起来 卷紧 卷成这种长条 那一个长条就卷好了 另外一个做法也是一样的 把它卷起来 也是盖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好 现在松弛好了 我们把卷取出来 这个卷我还把它分成八份 所以从当中切开 然后再对半切开 这样你就可以很平均地得到了八份面团 不用用秤去撑 把剩下的一条也这样做好 我们取25克的红豆沙 然后把整个咸蛋黄包在里面 这个咸蛋黄一定要是解冻透了的咸蛋黄 那接下来取出一个面团 当中用大拇指把它按下 两边就朝上 然后用虎口把它慢慢慢慢团起来 团成一个圆柱状 用手一按下去 轻轻把它压比 接着用擀面杖轻轻地把它擀开 可能只擀四到五下 不要擀太多 擀太多的话容易混书 好 这样擀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刚才我们戳好的豆沙团子 把它放进去 然后用虎口慢慢慢慢慢慢 把面皮朝上面推 就这样推 慢慢推 推上去 推到顶部以后 把手口处捏紧 整个蛋黄酥把它滚圆 然后我们取一个新鲜的蛋黄 这个蛋最好是炒鸡蛋 把做好的面倒过来 炒蛋黄液里面轻轻地蘸一下 那接下来用擀面杖 蘸一点蛋液 再蘸一点芝麻 朝上一搓 芝麻就会很均匀地散布在上面 蛋黄酥整个就包好了 现在我们放到烤箱里面 180度烤30分钟 这是烤好的蛋黄酥 好 现在我们来把蛋黄酥切开 看看它的切面 大包酥的切面也是非常漂亮的 层次非常的分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 这里 5-3 5-4 5